We are here looking for the Gospels 大家好歡迎回到Kevin的頻道 好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這款玩具是Studio Series 51號 Soundwave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包裝 盒子的正面有Soundwave的一個CG圖編號51 Studio Series Soundwave 側面有它的一個大頭照看到盒子的後面則是它的商品圖 人型載具 那這邊有一張雷射貼紙這個載具是有經過授權的 另外一面還有一個全身的圖片 那這款玩具一樣有附帶一個展示台 展示台的背景是電影第三集在沙漠裡面的場景 你是可以把玩具儀、載具、或者是人型擺放在這個地方 那它的包裝就像這個樣子 接下來看看玩具的本體 那這款玩具有附帶一張說明書 說明書一樣一長條正版兩面都有 這個東西就把它丟到旁邊去 配件方面有附帶一隻雷射鳥 喔雷射Pick 這個雷射鳥是可以安裝在這個載具的上面喔 可以這樣子停套在車頂上面 這個設計我覺得是還OK的喔 至少不會像武器掛在車上那麼突兀 那這個雷射鳥呢它是一個軟膠件 那細節刻畫看起來是非常非常讚喔 小歸小但是它刻畫的非常的細膩 下面這邊有一個活動的關節 變成鳥的時候呢腳是這樣子可以放在地面上 那如果你把它翻到這邊來這邊有個凸 這個凸就可以插在這個車頂上面 這個東西我還蠻喜歡的 輕輕的把它放到旁邊去 這款Studio Series的Soundwave 那它是根據電影第三集所做的設計 載具是賓士SLS AMG的超級跑車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表現如何 首先看到它的車頭 車頭這邊中間有一個非常大的賓士的標誌 那這個車子是有經過授權的 所以在車型之下呢一些標誌 造型刻畫都可以說是非常的還原 大燈使用的是這種類似米白色的塗裝 那車身整體都有一個非常漂亮的銀漆 輪框也是有上銀漆的 仔細看的話裡面還有一個非常小的賓士標誌 側面這邊細節刻畫也都完全忠實的呈現 那車窗的部份使用的是全透明部件 看到車尾煞車燈是有上漆的 那這邊也有一些SLS AMG的一些刻畫 從側面來看的話除了下面這裡 幾乎沒有什麼機器人暴露的部件 把它翻過來看看起來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這個Soundwave在載具形態之下我覺得表現的算是非常的不錯 之前在電影第三集的時候也有出過一款 那這一款它的表現是更加優秀的 首先它整體的密合度算是相當不錯 一體性也很好並不會鬆鬆閃閃 再來就是它車身有上一層非常漂亮的銀漆 質感來說表現的是不錯的 然後機器人的隱蔽性也可以說是非常的好 車型相當的漂亮 那如果要挑缺點的話第一個我是希望大燈能夠使用透明部件 這個塗裝感覺就比較沒有那麼的美觀了 再來既然你挑骨頭的話就是車窗 如果用薰黑色的透明部件看起來會更好看一些 接下來我們就直接把電影第三集的Soundwave拿出來比較一下 擺在一起大小來說是差不多的 但是各位看一下喔 第三集的這個就是非常的塑膠完全沒有任何的銀漆 那Studio Series這一款它的銀漆就是上的非常的漂亮 再來就是第三集的這一款呢 它比較鬆閃各位可以看到 它這個鬆鬆閃閃的密合度也不是說很好 如果你隨便一捏的話它會爆開來 反觀Studio Series這一支呢它就沒有這個問題了喔 那兩款的車型都可以說是非常的還原 表現的都是不錯的 但是Studio Series這一款明顯是進步了非常多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它從載具變為人型的一個變形步驟 變形比起上一款也是優化的蠻多的 首先就把這個車頭整個的把它往下折下去 接下來後面這邊呢稍微的把這個後面這個蓋子鬆開來一點 然後在這邊有一個分隔線 把後面這一段稍微的把它往上翹一點 這邊有一個卡扣就鬆開了 鬆開來之後把這個整個側門喔 整個捏住裡面把它往外的 翻到外面來這樣子翻出來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把它整個的翻出來 然後它的一雙腳就是由車尾變形而成的 這個車尾呢先把它拉下來 兩腿把它分開 分開之後這個蠻簡單的 直接把它往這邊旋轉 這邊好像有點連動的感覺 這個腳掌會自己跑出來 那這邊呢卡扣基本上就會很容易到位了 你可以再稍微把它對一下把它督進去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把它往下轉 這個腳掌就跑出來了 然後這邊有一個卡扣 稍微的對一下把這個卡扣給督進去 那它的一雙腳非常簡單的就變形完成了喔 接下來在車子引擎蓋這裡 它的頭在這個裡面 要把它翻轉180度把它翻出來 然後你可以利用你的手指把這邊壓進去 那這個很緊 稍微把它用力推一下 翻轉180度翻出來 頭把它擺正 然後這兩個輪胎呢就可以把它往上擺到底 它會卡一聲固定住 接下來兩個車頭跟這兩個部件呢 比較討厭一點它裡面是一個球形關節 它在這邊有一個卡扣 要把這個卡扣給鬆開來 但是這個零件非常的容易掉喔 欸你看就掉了喔 這個呢它是應該是這樣子把它這樣子旋轉 把它繞到上面去這邊有一個尖角 而且這個不好轉喔 把它繞到上面去像這個樣子 然後把它扣上去 就擺到這個位置啦 但是這個東西呢十之八九 十次有九次基本上它都會掉下來 然後啊啊啊啊啊啊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棄自己的話呢 你就直接把它拔起來 然後把它旋轉180度再把它扣回去 這樣子會比較快一點 接下來在腰部這邊有兩個凸 對應這個上面有對應的卡扣 把它扣進去 手的部份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直接把這塊把它往下放下來 接著把它轉到這邊來給各位看一下拳頭是在這個裡面 要把它翻出來 那這個空間比較小 你要像我一樣靈活的應用你自己的手指 側面這片東西呢就可以把它蓋起來 然後這塊板子把它往下壓 一隻手就變形完成了 這邊就是這樣子啪啪啪啪啪 把這邊鬆開來把它往下放 拳頭翻出來出來喔你 然後把這個車窗把它折過來 然後再把肩膀這片蓋下來 背包的部份這邊有兩個分隔線就是把它折 折成這個樣子 然後就把它放在這邊 這邊沒有任何固定的卡扣喔 它就是這個樣子 看你愛怎麼擺你就怎麼擺 最後稍微的給它調整一下 那這款Soundwave的變形過程就這樣子大功造成啦 在變為人形之後還原度方面可以說是進步了非常多 尤其是下半身的部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細節 首先看到它的頭雕 頭雕做的還是非常的讚 那上面這邊是軟膠件 眼睛的話有紅色的塗裝 胸口看起來很有立體層次感 那細節刻畫也是密密麻麻的 看到下半身小腿的部份有上銀漆 那這雙腳也是所有Soundwave裡面 看起來最還原的一雙腳 之前的幾款這個腳都不是那麼的還原 看到人物的後面看起來大概就像這個樣子 後面這塊東西是這個樣子看你愛怎麼擺 可動性方面 頭是一個球型關節左右上下 肩膀360度沒有問題 手臂平舉可以抬到這個程度 二頭肌可以旋轉 手肘彎曲大概是90度 拳頭是不能旋轉的 腰也是沒有腰軟的 腳往前踢可以踢到這麼高 往後大概是到這個幅度 往外是只有一點 大腿可以旋轉 膝蓋彎曲大概是不到90度 腳底是沒有接地關節的 那這款Soundwave在人型之下 它整體的比例還原度來說 表現的都是不錯的 可動性來說算普通吧 比較可惜就是拳頭腰還有這個接地是沒有的 變形過程來說整體是有優化 一些關節卡扣的緊實度也都沒有什麼問題 那如果要挑缺點的話就是胸口這兩塊東西在變形的時候非常容易掉 其餘的來說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了 它所附帶的這個鳥東西 在腳這邊有一個凹槽 兩隻手上面都有個圓桿 這個圓桿呢就是讓你督這個鳥的 話說我們這個Soundwave它是一頭猛獸 那猛獸總是獨行非常的孤單非常的寂寞高處不勝寒 所以它在無聊的時候呢它會跟自己的鳥說話 哈囉鳥你今天好嗎 呃好然後這個Soundwave它有點自閉不管它 大小比例方面首先我們先拿出電影第三集的Soundwave出來比較一下 戴在一起這個電影第三集這一隻是比較高一些 那以它的造型還原度以及把玩的手感來說 還是Studio Series這一款表現的比較優秀 接下來我們再拿出它們的老大Megatron出來比較一下 電影第三集 哎呀這個老大這麼遜 行不行啊還沒打仗你就跌倒 在電影第三集它們兩個就是一對哥良好 那擺在一起大小比例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這一款Studio Series的Soundwave載具人型綜合的表現來說我個人覺得都是相當的不錯 再加上它所附帶的這隻雷射鳥這個鳥東西非常的可愛喔 那我一直都認為實車的變形金剛是比較難設計的 所以比較有收藏的價值 因此我個人是還蠻喜歡這款更新之後的版本 那今天這款Soundwave的分享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幫我按個讚分享給朋友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的名字剛剛有類似的 熊度 我們 drip送電話 我們已有著手 Dan peuvent不會解決 因此 我們 Intoimentos CYB Tron